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紅盤高掛,迎新稅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353點 收務28,543點 成交有908億 今天港股一洗過年之前調整頂峰 今天最主要受到兩大原因支持 向好 第一個原因就是 中美在1月15日 將會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 這個由特朗普說出來 中方已經證實了 現在估計都會派劉鶴去美國 華盛頓和美方代表簽約 第二件事就是 在昨天元旦日 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公佈 就在1月6日 即下星期一 降準0.5個百分點 刺激今天 中國兩地股市上升了 大家先看看恆新指數手勢 恆新指數手勢 今天受到兩大因素刺激 突破上升軌 原本是要調整的 因為突然降準之後 就提早結束了調整 破了位上升 現在要看的不是日線圖 恆新指數目 要看周線圖 周線圖是否突破重要的下降軌 所以今天是的 出現了這個突破 我在12月12日開始 在這裏的視頻上 三分鐘視頻 以這個牛眼看港股 就說出 中線銀子是看三萬關的 大概這個就是 雙底項線這個水平 如果是樂觀的 今年有機會 牛的情況下 最多可以升到三萬六千關 這個就是量度升幅上去 三萬關 綠色這條線 三萬六千這個水平 在過年之前 曾經估計 恆新指需要有些少少調整 結果它是有震調過下來 很快因為這個新的消息結束了 現在向上 中線繼續看好 國企指數方面 現在是出現一個 頭肩底突破 短期 有機會都是進一步上升的 按著這個走勢 是有機會升到四月的高位 大概接近萬二區 未到萬二的 不過都當它是萬二區 因為這個量度升幅 不止萬二的 去到萬二區 為什麼會是可以去到四月高位呢 恆指也都回到四月高位 大概三萬區 最主要因為內地股市做得好 上證指數 今天出現了一個明顯的 頭肩底突破 這個頭肩底突破 跟國企指數很近 很相似 國企指數率先已經突破了 站上去連續幾天 確認了聲勢 上證指數在三十一日 其實已經是突破的 當日是收報三零五零 三零五零 而項線位最高位 就是七月二日這一日的三零四百 所以當日已經是第一日突破 今天第二日突破 今天受到這個降漲消息 和中美簽貿談的消息 雙重的衝起之下 裂口高開 再加上今天成交大 內地股市成交有七千五百億 互心兩地加起來 所以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那它進一步上升是看多少呢 去年它的高位 這裡是三二八八 三二八八 有機會升到三二八八 短期目標 中期是看多少呢 中期是看這個量度升幅 量度升幅是多少呢 就是三三六三區 你當它是三三六零左右 三三六三 都很容易記的 深淨成分股和護心三下指數 其實走勢比上升指數更加強 為什麼呢 因為上升指數 現在剛剛才是頭肩底突破 深淨成分股指數 已經突破了四月的高位 已經突破了 護心三下指數 同樣已經突破了去年四月的高位 即是說呢 這兩個指數率先帶著去上 最主要是深圳那邊做得好 深圳今天升2% 是跑贏呢 跑贏上升指數呢 只是升1.15%而已 由於呢 深圳那邊呢 是科技股那裡多 中小企那裡多些 跑得快些很正常 跑贏了上來之後呢 有機會帶動那些 即是大隻一點的 在上海上市的股份那裡做好 那鋼準呢 特別有利於金融股 金融股主要都是在上證那邊上市的 所以呢 有機會是衝高一點 是吧 先看3288 再看3363 好了 那一連串股份 講完啦 即是本地幾好 那今天呢 其實很多板塊都升的 橫子成分股裡面 升得最多呢 就是豪島股 因為這些其實叫做 High Beta 即是高貝打值股份 即是它呢 大肆一動它就跟升這些 那今天升成5點幾個% 那很多隻豪島股現在都做得很好 好像200那些 新豪娛樂那些做得好 因為它除了澳門之外 還有海外那些業務那樣 那內房股今天 碧桂園那些做得比較好 那國企指導成分股的融創 中國那樣都升5個%的 一路破頂上這樣 那國企指導成分股裡面 升幅最多的 今天是升7個%的 海螺水泥那樣 即都是跟內地房地產有關 基建相關的股份 那大家見到 所以現在其實呢 就是說降準之後呢 錢多了一點點 流動性多了一點點 對內地的 金融類啊 這個房地產啊 那些呢 就較為有利 那些資金都會湧進去 那錢多了 也是對豪島股那裡 都較為有利的 好了 今天主要分析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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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凡事 謝謝大家 謝謝讚啊 謝謝大家